接着来看一下套期的一个小语巴内容 衍生工具结合我们必修篇当中 经负债与缺油工具区分的内容 那里我有个内容特别没有讲 这里简单数理一下 我们企业在判断发行经负工具 属于缺油工具和经负负债时 也可以通过企业是否交付固定数量 自身缺油工具结算来判断 如果是固定缺油工具 如果不固定缺油负债 比如说我们企业发行价值100万的股票 偿还债务 那发行100万的股票 那发行多少钱呢 发行多少数量股票呢 不固定呀 取决于我们企业的股价 所以说属于金融负债 再比如说我们企业发行优先股 约定三年之后强制转换成普通股 转股价格为转股日前一个工作日的普通股售价 那这个优先股属于什么呢 你看看未来发行普通股数量固定嘛 也不固定呀 取决于市价 这是非衍生工具 这是非衍生工具 非衍生工具就是股票 就股票嘛 那衍生工具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 是否以固定数量自身的缺乏工具交换固定金额现金 固定换固定 如果是固定换固定缺乏工具 如果不是的就有负债 这块太复杂了 因为这里的衍生工具其实呢 是期权 不是刚才套期快级学习工具中的期货 我帮同学们总结了两个内容 纪结论 以普通股总额结算的期权属于缺义工具 以现金金额或普通股金额结算的期权属于金额负债 关于期权期货 我也不想展开讲解 为什么呢 因为期权期货 如果说真的 这二八斤讲 讲个几个小时 几十个小时 几百个小时都可以讲 没有必要 咱注册考试涉及的比较少 分值不高 我们继结论 总额 缺乏工具 金额就用负债 搞定了 考试就可能考个选择题 不可能说 真的这些内容 拓展开来 考一个十几分的综合题 因此 硬是 掌握即可 以身是我们考点五的 所有内容 接着来看一下考点六 特殊租赁业务相关的账处理 这是我们租赁章节的第一批难点 一共有四个特殊事项 我们逐一分析一下 第一个 转租赁 大白话就是 成都人当起了二房东 假设 以公司和假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 以向假租赁一个设备 那假以之间签订的合约当中 以公司是成都人 应当按照我们租赁章节 作为成都人进行账处理 确认租赁负债 同时确认实用权资产 那如果说以公司把租来的设备 又租给了秉公司 那是意味着以公司变成了二房东 那以公司变成二房东 这个时候他身份转换 他既是成都人 又是出租人 那对于出租人 他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这里的出租人是融资租赁 还是经营租赁呢 先讲分类 我们要看看 以公司和假公司签订的合约 是否属于短期租赁 如果说属于短期租赁 而且呢已经简化处理 那这个时候呢 以公司作为二房东 进行这样的处理 应该是经营租赁 除此之外是融资租赁 来看一下相关会计分路 那作为经营租赁没什么考的 因为就一个分路 考试肯定不考 考试如果考察 肯定是融资租赁 那融资租赁该如何编写分路呢 那规矩 第一评考点 小赵老师更喜欢 帮同学们总结硬式模板 而不是讲解原理 因为讲解原理又臭又长 考试考的频率很低 性价比偏低 所以说我们找个模板 第一个 转租赁合同开始 那是不是遇着 一公司丧失了租赁赁的控制权 你租给别人了 因此第一步 需要将使用权资产照面价值转出 这是个已知条件 然后呢 以公司作为出租人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要收取租金呀 我们应该借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A 而这个A呢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未来租金总和 那接着 代方还要写什么呢 代方写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这个B 这个B呢 是A减去A的限值 帮你总结好了 记公式 最后 借贷生分差额 就到资产处置损益当中 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考了转租赁 让你写快捷逢楼 该怎么办 套宝版 先将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算出 然后呢 确认租赁收款额 代方呢 确认未确认融资收益B B呢 是A减去A的限值 假意上可能有些小错误 同学们 以课件为主 这里是A 减去A的限值 假设A 是100 A的限值是60 那么这里 就是40 A减去A的限值 差额呢 资产处理随意 后续呢 以公司 作为二房东 会收到租金 我们代租赁收款额 同时呢 还需要确认 利息收入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代方呢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这个金额怎么算呢 和我们租赁章节 出租人 这样处理一模一样 找到应收融资 租赁款 一级科目的 积方预额 用七出 一级科目 积方预额 乘以利率 一模一样 以上是关于 转租赁相关的 分路总结 因为考试频率很低 我们就硬试 备备分路即可 现在不要备 考前多看看 模板加上金额 怎么确定 这是我们第一个 特殊的租赁业务 接着来看一下 第二个特殊的租赁业务 说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 融资租赁的快据处理 什么意思呢 正常假把设备租给乙 这是一个一般的租赁业务 那如果说假 本身是一个设备生产商 按照乙的需求 去生产加工了一个设备 然后租给乙 这个时候假不光是出租人 还是设备的生产商 意味着假需要确认 主营业务收入 那关于这里的特殊业务 不用怕 也帮同学们总结了模板 首先 需要确认收入 写一个模板分路 借租赁收款额 带主营业务收入 带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这个金额怎么确定呢 不用怕 既然是模板分路 帮同学们总结了公式 这个A 还是和我们租赁章节 出租人融资租赁 账处理当中 租赁收款额 确定的逻辑一模一样 我们可以假设 就是未来期间 租金总和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C和B怎么确定呢 这个C 是A的限值 和租赁资产共价值 二者输低 而B是差额 假完了 考试的时候 先写模板分路 因为我真的这里不想从原理出发 因为太多了 这种特殊事项太多了 14个考点 我全部讲原理 讲三四十个小时 有必要吗 没必要 更多的讲硬式 如何快速的写出分路 破题对款解 第一步 劝收入 怎么劝收呢 写出分路 借方租赁收款额 A是未来租金总和 那代方这个主营收入呢 是A的限值和租赁资产共价价值二者输低 差额是未实现容易的收益 同时呢 还需要截转成本 截转成本 这里的分路比较复杂 假设不存在未担保余值 同学们 不存在未担保余值情况下 来看一下 如果说不存在未担保余值 我们这里 截转的成本 就是我们企业生产的这个设备的成本 搞定了 出来简单 教材的例题 也没有特殊情况 也没有未担保余值 那如果说存在未担保余值 也不用怕 你借 应收融资租赁款 未担保余值 这个金额E 把写出来 把写出来 那再方写一个未实现如的收益 这个G 这个G呢 是E减去E的限值 G这个金额等于E减去E的限值 这时候呢 最后倒挤出来 主营业务成本 倒挤出来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说考试 存在未担保余值 按照这个摸版写分路 每一个金额 最后公式 D到几 E未担保余值 F是双平价值 G呢 是E减去E的限值 减义上可能有错误 以我们课件为主 以我们课件为主 其实呢 这相当于我们将 E和 E和G的差额 E和G的差额是什么 E减去G 等于E减去E 加上E的限值 你看一下是不是 因为这个G 我说了等于E减去E的限值 所以说 E减去G 等于E减E加上E的限值 所以说 最终 E和G的差额 就是E的限值 E的限值 其实就影响了 主营业务成本 没有必要想那么多 因为考试 百分之八九十 是没有未担保余值的 同学们只需要掌握 叫我们商品的 占本价值 涨到成本即可 后续呢 如果说 为了取得融资租赁 发生的一些成本 我们就不到消息费 这是我们第二个 特殊交易 总结一下 第二个特殊交易 我们企业既是出租人 又是12倍的生产方 这个时候 融资租赁 需要券收入 截转成本 那券收入 这个售金额是什么 这个售金额是 应收融资租赁款 租赁收款额的限值 和租赁资产供价值 二者数低 成本呢 同学们成本一般就是 库存商品成本 如果说存在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可能会影响 主营偶成本 但是呢 考试一般不考 未担保余值 最后呢 未取得合同成本 就不到消息费 下一个 售后回租 售后回租 都是同学们 非常疼疼的一个考点 非常疼疼 啥意思呢 甲 把一个设备卖给乙 结果呢 又把设备 从乙这里租回来 所以说甲既是 销售房 又是成都人 而这个乙呢 又是购买房 也是出租人 这个问题复杂了 那售后回租 该如何进行账税呢 这里小小老师也是 纯硬式讲解 原因在于 从理论角度去分析 讲一个多小时都讲不完 这里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多 建议的话可以去 小波老师 讲财管的小波老师 的微博上 我记得他去年好像 正门发了一个视频 一个多小时 我的微博也转过 是关于售后回租 相关的会计处理 因为这个内容 还涉及一些财管内容 小波老师讲得非常透 讲一个多小时 从原理出发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去听一下 当然我不会从原理出发 因为太耗费时间了 我认为这个好点 性价比偏低 所以说我从硬式 就会出发 帮你们归纳总结 硬式模板的分路 那关于售后回租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属于销售 一种是属于销售 这两种类型区分 考试一般不让你判断 会直接告诉你 那什么叫做 转让不属于销售呢 假把这个设备 把这个设备卖给乙 然后又把设备 从乙这里租回来 其实这个事项 根本就没有销售 那这个时候 假把设备卖给乙 法律形式上 那是不是意味着 乙要给假钱 给假个假是一千万 那后续 假把设备从乙 这里租回来 是不是每一期付租金呀 其实呢 这个事项 我们应该透过形象 看本质 如果说压根不构成销售 这个事项 就是一个融资呀 就是一个融资呀 假缺钱了 同学们 假缺钱了 像乙借了一笔钱 一千万 然后后续把钱 还给乙 只不过 还钱的这个名义 变成租金 变成租金 只不过这个设备本来就假的 有可能不属于销售的售货回租 这个设备压根就没有从假公司离开过 同学们 这仅仅是一个融资的一种形式 叫售货回租 总结一下 转让不属于销售 本质上相当于假缺钱了 签上一个售后回租协议 以给假钱 假未来支付租金 这个租金其实就是假还的钱 而这个考试呢 如果真考了转让不属于销售 这个分路很简单 这个卖方 出到钱 本质是一个负债 金融负债 贷方长期付款 而这个买方呢 这个买方付出的钱是长期运输款 考试一般肯定不考这个 太简单了 考试考察什么 考察转让属于销售 转让属于销售 加在于假把设备真的卖给你了 这个时候假需要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销售 该设备的利得或损失 同时呢 假把设备从以这里租回来了 对于成都人 假应该确认收入权资产 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那关于 这里该如何进行账户处理呢 第一步 你判断一下 即使转让属于销售 那销售对价当中 有没有包含融资的款项 比如说这个设备 供应价值就是3600万 结果呢 在该社会回租协议当中 假以4000万价格给卖了 那什么意味着 以公司多付了400万 那多付了400万同学们 属于什么 属于额外的融资 这个400万 我们需要在题目当中 单独核算 单独核算 按照我们刚才 进账处理 劝长期运输款 长期付款 不要参与我们后续的账处理 等会讲例题 那接着 那刨除融资成分之后 该如何编写快期分路呢 你看下这个分路 这个分路两个 右边这个是 把这个销售对价当中 属于融资部分 单独合算 多收了几百万 比如说 设备3600 你卖了4000 你多收了400万 应该借营偶存款 贷长期付款 而剩下的3600 我们应该 作为售货回租 主要属于 销售部分 就这样处理 应该借 银行存款3600 那接着 那是不是意味着 假公司把设备 卖给了银 所以说 需要将该设备 固定于资产 账面价值 从账上转出 这个分路 停不留 那接着呢 那假又 把设备 从银那里租回来 是不是需要 作为成都人 竟然这样处理 要确认 收入权资产 要确认租赁债 以及差额 是未实现 如能收益 以及假把设备 卖给了银 出售设备 利得 是否要通过 资产处置损益核算 所以说考试 如果真考到主管题 你甭管3721 把这个分路写出来 肯定没问题 你也不用背 非常好理解 你销售设备 收到款项银行存款 你设备给别人了 账面价值转出 你终止确认这个设备 有利得资产出损益 你对成都人 你对成都人 你应该确认租资债 收入权资产 和未确认融资费用 我们唯一的工作是 这一个分路 相关金额 该怎么一一确定 你这个分路本身 没有太多 可以讲的地方 就是我们正常进行 出售和出租设备相关的分路 出售 终止确认 账面价转出 确认利得 租过来 成都人这样处理 这个金额怎么确定呢 等一会讲例题 通过一个例题 帮同学们处理 接着 那后续 假把设备卖给乙 又从乙那里租回来 作为成都人 是不是要付租金呀 以及是不是要 确认 利息费用呀 将未实现融资费用 当期确认呀 包括我们这里 单独融资部分 是不是要后续要还钱呀 要还钱呀 我们逐一编写分路 考试 甭管三下十一 如果真考试完题 你把这个分路写上去 这是模板 金额怎么确定呢 不用怕 小老师每个金额 都告诉你 该如何确定 注意了 我这里讲解 是跳过了原理 原理太复杂 去小白老师微博上找一找 讲过的一个多小时 听一听 这里我讲个十几分钟 帮你们硬试 掌握如何快速 编写分路 而且每个金额都对 来 看一下同学们 非常畏惧的 官方教材立题 这个题目 按一下暂停键 你们读一遍 我直接讲解 这个题是贾 把一个建筑物卖给了乙 卖了四千万 后续又从乙那里租回来 所以说属于售后回租 这个设备 照明价值两千万 后续又租回来 同学们 后续贾又租回来 租了十八年 租金每年二百四十万 年末支付 年末支付 而且听不出了 贾转让建筑物 符合销售成立条件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设备在销售日的 供价值是三千六百万 租赁内含利率是 百分之四点五 让同学们编写 2019年的账处理 编写2019年的账处理 首先 我们来思考一下 假把建筑物卖给乙 卖了四千万 但这个建筑物 在销售日 只价值三千六百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多收的四百万 属于什么 多收的四百万 属于额外的融资 属于额外的融资 它不应该参与我们 后续的 这一个分路的 账处处理 它是一个额外的融资 单独处理 四百万 第一个分路出来了 借银行存款四百 再长期付款四百 那后续 在未来十八年 账需要效益每年支付二百四十万 那意味着这二百四十万当中 有一部分 是你融资四百万 还的款项 还有一部分 是一位租赁资产支付的租金 我们需要分开 怎么分呢 来 首先 你把二百四十万 未来十八年 每年支付的二百四十万 折现到今天 折现到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号 这意味着 未来 账公司每年年末 支付二百四十万 这二百四十万 在今天 值二九一八点四 那你思考一下 那账公司 未来支付二百四十万当中 是不是有一部分 是为了偿还 是为了偿还 在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号 借的四百万的 出租款 四百万出租款 我们在写出 二零一九年 相关账户出去之前 需要先搞清一个问题 未来十八年 每年支付的二百四十万当中 有多少是租金 有多少是偿还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号 筹资四百万的款项 该总算呢 同学们 该总算呢 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公式 第一步 我们思考一下 未来每年 偿还二百四十万 那 未来十八年 每年的二百四十万 在今天值多少钱呢 在今天价值 二九一八点四 二九一八点四 那我们企业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号 筹资了四百万 我们用四百万 除以二九 一八点四 这个比例 就是未来十八年 每年年末支付租金当中 有多少钱属于归还筹资款项的比例 因为这个比例 乘以二百四 可以获得 未来每年 支付二百四十万当中 有三十 二点八九万 其实呢 是归还 其实 是归还筹资款 这个金额 计算 可以根据 财管的各种方法算出 我这里 仅仅是一个方法 通过算出 未来信息流 在今天的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 二九 一八点四 这个限制 我们去对比 今天这个筹资款 这个比例 我来算出 未来二百四十万当中 有多少属于归还筹资款的信息流 三十二点八九 那继续 那二百四减去三十二点八九 这个差额 二零七点一 就是与租赁相关的 款项 与租赁相关款项 而这一款项呢 我们如果折现 那今天价值二五 一八点四 这个二五一八点四 不就是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吗 一般情况下 需要记归到 实用权资产当中 来 编写相关分路 第一个是与筹资相关的分路 借租赁存款 在长期付款 四百万 这个四百是四千 减三千六 考试的时候很简单 你又看看 你又看看 卖了多少钱 卖的钱和供应价值比 多数的钱就是 筹资款 那接着呢 你写出相关的封路 这个封路是个模板 原因在于 你卖起来要借银行存款 你这个建筑物给别人了 要终止确认固定资产 你终止确认固定资产 你需要确认 处置固定资产的利益和损失 以及你把建筑物租回来了 你需要确认 租资负债 租资付款额 以及 需要确认 收入权资产 所以说 这个封路先写出来 我现在教你们 如何逐一 确定每一个科目的金额 这个最关键 全是硬实技巧 来 首先 银行存款3600 没问题 已知条件 同学们 已知条件 然后呢 该建筑物需要终止确认 账面价值转出 这里 账面价值转出 也是已知条件 那接着 那我们企业把 我们企业把这个建筑物租回来 未来需要支付租金 那未来租金总和 是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这个金额是什么呢 同学们 这个金额是什么 这个金额是我们刚刚算出的 207.1乘以18 因为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 未来每年支付240万 其中有32.89万 不属于租赁相关的现金流 这是用于 偿还 筹资款 那剩余的现金流 207.1 乘以18年 这个总和就是我们 租金总和 3727.98 写出来 写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算出 207.1 在今天限值 这个限值 一般情况下 需要记录到使用权资产 然后呢 3727.98 和限值的差额 需要记录到 未确认融资费 首先 这个限值 同学们 这个限值 是2518.4 我们用 3727.98 减去 2518.4 这个差额 我们先确定 先确定 未确认融资费 1209.58 1209.58 等于3727.98 减去 它的限值 那接着 那使用权资产 等于限值吗 使用权资产 等于 未来与租赁相关 现金流 在今天的限值吗 等于我们刚才算出的 2518.4 不等于 这是个坑 来看一下 这个金额确定了 这个确定了 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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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两个金额 一个是 使用权资产 一个是 资产 处理损益 资产 处理损益 考试 直接差额 你不要说 用什么公式 不好用 就差额 所以说 我们现在 至关重要的是 确定 使用权 资产 使用权资产 我说过了 它不等于 与租赁相关 现金流 在今天的限制 它等于什么呢 有个公式 我们先找到 该建筑物的 证明价值 多少钱 两千万 这个两千万当中 有一部分 我们需要分给 实用权资产 有一部分 先对销售 确定了 资产 处理损益 那两千万 当中有多少 确定为 实用权资产 有个比例 用租赁相关 现金流 在今天限制 二 五 一 八点四 除以该租赁资产 在今天的供应价值 这个比例 我们确认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来 留一下 留一下 使用权资产 不在 按照我们租赁章节 乘租人 账务处理当中的 公式来计算 等于 租赁付款额 等限制 而是 找到 卖的这一个建筑物 卖的这一个 固定资产的 卖面价值 两千万 将这两千万当中的一部分 作为 实用权资产 这个部分 这个比例 怎么确认呢 用 未来与租赁相关 现金流的限制 二五 一八点四 除以该租资产 在2019年1月1号的 供应价值 这个公式 最后呢 到底出资产 处置随意 讲完了 我认为 用我这个方法 做题最快 因为从原理出发 这真太太太复杂了 好的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捋一遍 因为这很重要 如果一考的话 就是一个主观题 考的概率比较低 第一步 你需要先判断 该市场当中 有没有包含融资成分 如果说包含了融资成分 把基础 这个四百万 单独进账处理 然后呢 识别出来 未来支付租金当中 有多少 同学们 有多少 现金流受了偿还 这个四百万 我们发现 是三十二点八九 把三十二点八九 未来十八年的金额 折现了今天 正好是四百万 那现金流当中的 剩余金额 二零七点一一 就是与租赁相关的 现金流 而二零七点一的 限制 把未来十八年 每年末的 二零七点一的限制 之前过来 等于二五一八点四 但二五一八点四 不能直接作为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那考试的时候 这个风筹写出来之后 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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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科目金额 已知 然后呢 代方的租赁付款额 就是我们 与租赁相关 现金流 总和 二零七点一 乘以十八 二零七点一 乘以十八 那接着呢 算出 二零七点一 在今天限制 是多少 是二零七点一 用租赁付款额 减去限制 减去相关限制 这个差额 我们确认 未确认 人的费用 经过上述操作 你发现 只有两个科目金额 没有确定 一个收入权资产 一个是资产 出入损益 我们 先确认这个金额 另外一个金额 同学们 另外一个金额 你不用算 倒计 倒计 那接着 收入权资产 我说过了 不是与租赁相关 现金额的限制 而是 将该租赁资产 我们租赁资产 本身就我们企业自己的 你终止圈的时候 有证明价值2000万 2000万 看一下2000万 2000万当中的 有一部分 我们可以将其 作为使用权资产 这一部分多少钱呢 有个比例 这个比例 分子是 与租赁相关 现金额 在今天限制 2518.4 然后呢 出于什么呢 出于该租赁资产的 供应价值 这个公式 记住 我们算出 使用权资产 差额 资产 处置随意 接着 来看一下 年底 到年底了 首先 我们先看看 与 融资相关的账合处理 与融资相关的账合处理 2019年1月1号 我们企业相对于借了400万 这400万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产生了 产生了这个利息啊 这个利息多少钱 这个利息费用 应该是400乘以 率 4.5% 18 18 那接着 接着我们付了多少钱呢 同学们付了多少钱 我们一共付了240万 我刚才算过了 240万当中 有32.89万 是偿还 筹资款项 所以说 我们付的32.89 32.89 属于还款 差额呢 同学们 这个差额就是 我们应该 充结的 长期应付款的金额 14.89 这也是个模板 这个模板 分了写出来之后呢 银行存款 是我们刚刚算出的 属于 偿还 借款的信息流 而利息费用呢 是我们 期出借的钱 乘以利率 差额呢 是长期付款 接着 那期末了 我们 还的240万当中 有207.1 是 最近 我们应该借 租资付款额 207.1 再方呢 银行存款 接着呢 需要 确认当期的 轮值费用 这个轮值费用 该怎么算呢 用期出 租赁负债 一级科目 贷放预额 乘以利率 那期出 租赁负债 一级科目的 贷放预额 多少钱呢 多少钱 多少钱 不就是 2518.4吗 2518.4 这个逻辑 和我们 租赁章节 乘租赁账处理 确认利息费用 模式一样 找到 租赁负债 一级科目 贷放预额 现在我们欠的钱 负债吗 欠的钱 用期出负债金额 乘以 利率 确认我们的 利息费用 这是2019年 年末的 相关上处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 售后回租的 会计分合总结 说实话 从理论角度 来分析 这里非常非常非常难 但是呢 考试如果真考 就这个题 稍微改改 这个题 唯一的难点在于 包含了 融资 以及这个现金流 需要去拆分 这个拆分是最简单的 一个财管知识 所以说小白老师 为什么会讲 那关于我们 这个模板分路 接下来 哪个金额 我都告诉你了 怎么来确定 唯一需要计公式的 就是 使用权资产 是个公式 是我们企业 出售这一个 资产的成本价值 乘一个比例 来确认 使用权资产成本 背后原理 不推导 太规复杂 最后呢 到底出资产 出之随意 以上是我们 考点六 第三个 特殊交易和事项 客户呢 把这个例题 搞懂即可 不用多想 考评表低 重点掌握我们 必修篇 与租赁相关的 核心考点 接着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特殊的 租赁业务 租赁变更 啥意思呢 贾和义签订了租赁业协议 贾把一个设备租给义 过几天 这个协议变了 这个协议变了 该怎么办 是作为一个新租赁 经账处理 还是说将变更部分 和原租赁 一起经账处理呢 我们需要判断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将作为新租赁 经账处理 如果说不能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 我们需要将 租赁变更部分 和原租赁 一起进行账处理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判别条件 和收入章节 合同变更的 判别条件很相似 我们先看看 该变更有没有增加 一项或多项 租赁资产的收入权 比如说你看看 这个变更部分 有没有说 假在多租一个资产给已 第二条件 那如果说 租赁资产变多了 多租一个资产给已 那新租的对价 这个对价 公允吗 如果公允 我们认为 租赁新增部分 和原租赁没有关系 作为单独租赁 进行这样处理 如果说 两个条件 不能同时满足 比如说 没有增加新的租赁资产 或者说增加了新的租赁资产 但是对价不公允 便宜了 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你之前刚租了一个资产 租第二个资产给你便宜 这个时候 应该将租赁 变更部分 和原租赁 一起进行账处理 我们需要调整什么呢 调整我们的收入权资产 包括租赁负债 那这里同学们 定性掌握即可 考试如果真的考察租赁变更 会不会考察 会计分路编写呢 该的很小 因为这是一个低频难点 即使考到了 它也是一个大的交易会事项 最后一问 正好考察租赁变更 让你写分路 这里我们重点掌握 成租人针对租赁变更 相关的账处理 我们分为两类 第一类 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 或租赁期缩短 那这个时候 同学们记个结论 由于租赁范围缩小 以及租赁期缩短 那意味着成租人应该减少 使用权资产的账门价值 控制权 控制权代表的价值下降了 我们应该降低 那降低部分意味着会产生利得或损失 这里记个结论 利得或损失 利得或损失 我们就在资产处置随意当中 如果说租赁变更 导致租赁期缩短到一年以内 成租人 因减少使用权资产账门价值 同时终止租赁 产生利得或损失 就在资产处置随意 如果属于其他的变更 同学们 我们调整收入权资产账门价值即可 怎么调整呢 我也不举例了 因为考试频率 拼低 简单理解即可 以上是考点六的最内容 考点六 考点六 一共有四个特殊的交易或事项 最难的是售货回租 但是售货回租套路最深 按照模板就可以编写出分路 包括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特殊的对立业务 都给你们总结好模板 我计同学们还是考前背下模板 性价比更高